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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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除非他的意图是指出问题提出意见 最高可以判囚7年 如果涉及勾结外国势力增加到判囚10年 远高过现在判囚最多3年的刑罚 不过如果涉及煽惑扰乱公共秩序或者暴力 条例列明只是需要证明有煽动的意图 不需要再特定证明有煽惑扰乱公共秩序或者暴力的意图 Central authorities是不是应该包含中国共产党的呢 要看回内容和国家宪法去一平地理解 根据宪法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至于国家秘密罪、涵盖经济、科技、社会发展秘密等等 非法管有、获彩以及披露这些秘密 最高可以判囚3至10年 如果涉及明知的话 最高的刑罚会较重 不过就有不同的豁免条款 包括是被告不知情 或者已经将秘密交给警方 或者按警方指示去处理 并且有足够的证据去证明 草外都列明整体可以披露的指名范围 包括是要揭露严重影响特区政府依法执行精能 严重威胁公共安全、秩序和健康的事 不过都要考虑当事人是否 还有没有采取替代可行的方案等等 这个刑事法的一般原则 有关罪行需要证明适当的犯罪意图 无辜者是不会误待法网 条例草案亦都新引入境外干预罪 如果任何人参与境外势力策划的活动 又或者受到他控制、指使、资助又或者合作 并且要用不当的手段 例如明知而对任何人作出关键失实的陈述等等 意图干预或者影响国家、港府、立法会或者法院执行职能 影响选举等等的事务 职属犯罪,最高可以判囚14年 如果控方做一步能够证明被告事前曾经就相关的行为 和境外势力沟通 或者理应知道他的行为是会令到境外势力达成目的或者有得益 就可以被推定为等同代那个境外势力作出行为 所谓境外势力、草案定名 除了外国政府、境外政党 也都包括其他追求政治目的组织 以及国际组织 以及他们关联个人或者实体 不少议员都关注国际组织的定义 有议员询问是否包括台湾 认为当局应该列清楚 也都有议员觉得太阔 国际组织可能是一些救援组织 或者甚至一些有机会宗教组织都有的 不过会不会在这里可不可以再有些方法去解释一下 其实境外势力只不过是一个名字 因为他就算是境外势力 他究竟有没有跟我里面的条文 所去尝试规管的事情 政府就强调国际组织的定义本身不是负面 不需要拘泥 强调要有意图才算是犯法 母纪电视记者陈嘉欣报导 草案又列明 警方可以延长被捕人机留期去到最多14天 也都可以限制咨询个别律师 包括被调查及被捕人士 而针对前途者 也都有一系列限制措施 现在警方最多可以拘留疑犯48个小时 草案列明如果涉及国安罪行 有合理理由 例如警方正是就罪行调查 或者需要保存相关证据 可以幸裁判官分两次申请延长机留期限 至最多14天 警方要列明基于什么原因 已经进行什么查够 和下一步行动 草案又列明被调查的人 和被捕人机留期间 不得咨询个别律师 被捕之后48个小时内 也都可以禁止他咨询任何律师 审讯方面 草案订明所有国安罪行 都由指定法官审理 保释条件和港区国安法一样 又建议省免初级征讯程序 即是裁判官考虑控方 是否有足够证据 将控罪交原仲庭审理 说不符合国安案件 及时办理要求 又说多年前已经是非硬件规定 而被告每8天 可以向法庭福检保释申请 草案也列明适用于国安案件 政府强调被告仍然可以 直接向原仲庭申请 情治方面 政府同时修订监狱规则 所有涉及国安罪行的囚犯 不可以获得减刑 除非承教署长信纳 不会不离于国安 相关做法也适用于言证服刑的人 至于针对干犯国安罪行 潜逃超过6个月的人 草案也列出一系列限制措施 包括是撤销他的特区护照 暂时吊销他的执业资格 董事资格等等 又规定任何人 不可以恨潜逃的人 提供或者处理资金 造用对方的物业 合伙投资等等 为这最高可以判囚7年 另外为了保障国安人员 或者举报人 证人和他们的家人等等 任何人如果将他们起底 或者意图妨碍或者阻嚇 他们执行职能或者协助举证 作出具威嚇 欲骂性言辞和行为 令到他们觉得惊恐困扰 最高可以判囚7或10年 母先议事记者 侄卷问不到 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表示 全体议员将全力以赴 审讯审议法案条文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说 条例草案宽紧适宜 多个身兼人大或者政协的 立法会议员 在两会期间由北京港回来香港 处理基本法23条立法 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表示 昨天收到行政长官的来函之后 应同他的建议尽快召开会议 启动立法工作 我们第七届立法会 是感到光明的 也是责任重大 全体议员一定是上下一心 全力以赴 审讯审议法案条文 即使是在远度 在北京回来的两会的代表 他们也是非常之乐意 我觉得今次的立法工作 其实是合乎社会 和合乎议员大家之间的预期 条例草案的委员会主席廖长江 预告星期六和星期日 加开合共大约16个小时的会议 会物集式开会 全速并审议地审议法案 目的就是尽早完成立法 确保国家安全可以早日得到有效的维护 让香港能够全力聚焦 聘经济 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震英说 条例草案较西方同类的法例 宽紧适审议 刑法第23条 开宗名义说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 英文是更加清楚了 还有shell那个字 就是我们必须要做的 同时它符合香港的实际需要 最后它符合我们整个国际形势的需要的 至少在香港 全国人大前常委 香港再出发大联盟秘书长谭耀忠就相信 草案通过之后 香港能够得到国安保障 和中央更大的支持和信任 新华社署名港澳平文章形容 条例草案的法律条文十分清晰 对警权行使清晰定名条件和限制 有效释除公众对于行使正当权利自由 会不会误度发网 言论和新闻自由 会不会受到限制等的疑虑 无线电视机者彭荣熙报道 事件有时的阵 稍后回来有其他消息 回来新闻时间 这节先看看财经消息 美国股市继续做好 标准普尔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 都在创新高 独瓶斯工业平均指数报 38,880点升88点 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5,168点升10点 独瓶斯工业平均指数连升第三天 早段曾经升超过150点 美国非农业就业数据反映就业市场持续强劲 利好投资气氛 提及欧洲股市的表现 英国富士100指数跌26点 法国cat指数升17点 德国dex指数跌17点 港交所新任行政总裁陈奕霆 3月初上任后首次出席公开活动 3,2,1,Straight! 陈奕霆以港交所第一位女行政总裁的身份 出席庆祝国际妇女节的敲锐仪式 他说上任第一个星期 主要同团队部门商讨全年工作大计 大方向是借助科技 优化交易所的营运 并将优化产品的生态圈 和发挥更多的企业来香港上市 他又反驳有评论 说本港已经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为止的说法 我们很有底气的意思就是 我们有很多核心的优势 不是短短一段时间就可以完全抹杀了 譬如我们的法治很完善 我们整个金融系统是很高效的 我们税制又很简单 我们有很多人才 我们的资金是自由流通的 你说简单一两句说 因为近期股市不好 或者IPO的数量少了 用一些很断言的结论 我个人就觉得是比较片面的 他又说市场已经看到正面信号 连同全新和重新提交的上市申请 年初至今一共收到大约40宗 较去年同期增加三成 相信下半年的情况会进一步好转 特别是那个估值 所以我想大家都是等着 拿过最好的时机 我想是那个宏观经济 也都是因为那个利息那个环境 高市就不是那么便于公司做上市 但是我想随着可能市况转好 或者下半年 很多分析都说有机会是进入 那个利息那个下降的周期 我想可能到时候 我自己都很希望会见回多一点 就会恶劣天气下交易安排的 市场咨询期已经结束 他说当局正进行有关的分析 期望联同业界找出最佳的方案 另外外电引述消息说 政监会前主席唐嘉诚 将会出任港交所主席 接替即将离任的史未论 陈奕霆说人事任命由董事会决定 会适时向外公布 无线电视记者努沛音报道 海关正破两宗内河船走私案 检获大批走私电脑用品 保健食品等等 约值2亿1100万 检获的包括电脑中央处理器 电脑硬碟保健食品等等 海关在上周四及星期六 在近香港西北面水界附近 折停两艘分别前往澳门 以及内地黄埔的内河船 在往澳门的内河船上 搜查一个报清在有衣服和化妆品的货柜中 发现16万枝香烟1.7万黑雪茄等等 而在内地往内地黄埔的内河船 其中一个报清电脑器材清洁用品的货柜 发现2万8千个中央处理器 9万3千个电脑记忆体等等 一共约值2亿1100万 由内地旅客说 跟团去到南韩旅游的时候 因为拒绝在指定商店买东西 被导游赶下车 中国转南韩大使馆证实收购求助 随着通关便利措施逐步增加 国际航线斑翅陆续恢复 内地旅客出境游人数持续上升 南韩旅游发展局就公布 今年1月入境的旅客入面 中国游客最多有28万人次 回复至疫情前 即是2019年的大约七成 但旅客恢复的同时 包含救命行程的低价团 也都再次出现 近日有内地去南韩的旅行团 就因为团员拒绝强制消费 被导游赶下车 有旅客家属说 旅行团连午饭都没有安排 团员在原地停留几个小时 有人坐在马路边下 有内地传媒就引述中国驻南韩大使馆说 星期一曾经接获求助 在团圆缴交400元人民币之后 已经继续行程 大使馆星期五在官方社交平台发文 说近期有几个旅行团 被人投诉强迫团员消费 部分人因为不愿意买东西 行程一度中断 当局提醒民众要小心选择旅行社 和旅游产品 小心不合理的低价团 避免因为强制救命 陷入旅游狗分 又呼吁旅客保留证据 回国之后向旅游主管部门投诉 无线电视机者陈雪义报道 南韩医生工潮持续 胡适开始代行部分医生职能 首尔治政府撥款协助私家医院 聘请紧急替代人员舒缓医生方 南韩医学界大罢工 星期五踏入第18天 保健福祉报道 截至星期三上午11点 全国100间实习医院 合共有超过12200名 实习和住院医生持绩缺勤 占全国整体实习和住院医生的 大概9成2 当局早前已经开始向 罢工医生发送通知 提醒他们会被行政处分 并且已经启动惩罚机制 包括钉牌至少3个月等等 不管这些罚则阻吓力有限 医生缺勤导致医院当值人手不足的情况 越趋严重 政府星期五起调整护士工作 除了判断死亡 拍X光片 代理手术 全身麻醉和开处方药等行为之外 护士在所属医院最高负责人的同意下 可以执行诊疗工作 包括在有急救需要的时候 进行心肺复甦法 有权决定注射急救药物 采集血液样本等等 也可以进行心电图 超声波等工作 护士按工作能力分为三级 较知心的护士可以以写 检查和临床判读委托书 诊断书和手术同意书等的文件 继早前向公立医院 撥款26亿韩元 支合超过1541万港元 用于聘请应急医护人员 以解决人手不足问题之后 首议市长吴细芬和市内18间 主要综合医院的负责人开会 宣布额外拨款31亿韩元 折合超过1838万港元 给私家医院增评应急医护人员 另一方面 警方星期五就网上流传一份 附有南韩医学会会长印章的文件进行调查 文件要求列出 未有参与今次把工的实习和住院医生名单 医学会反驳说是虚假文件 发言人金秀府说从未制作有关文件 会采取一切法律行动追究 无线电视记者陆子旗报道 各位欢迎收看这节新闻 我是郑兴年 美国在加沙的空头救援物资行动 据报导致地面五死十一伤 网上流传的片段显示一架运输机空头一大批物资 见到有降山未能完全打开 比其他货物更快堕地 而地面有人增伤走避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报公司 引述加沙卫生部官员以及目击者说 加沙北部一次空头救援物资的行动中 至少一个降山未能正常打开 货物击中地面人员造成死伤 其中两名死者是南童 以色列传媒报道 这次空头由美国飞机执行 一些国际组织批评空头 解决不到加沙粮食等物资短缺的问题 美国联合航空一架波音737客机 在休斯敦机场挖出跑道 所有乘客疏散 无人受伤 早前联合航空一架在有200多人的波音客机 从三藩市起飞的时候 骑了一个轮胎飞脱 击中地面多架车 无人受伤 客机要在洛杉矶紧急降落 美国联合航空一架 载有235个乘客 同14个机组人员的波音777客机 星期四原定由三藩市飞往日本大阪 起飞之后 左侧的起落架 其中一个轮胎飞脱 客机随后紧急降落在洛杉矶机机场 航空公司安排机上乘客 转搭另一架飞机完成行程 而飞脱的轮胎 就跌落三藩市机场的一个停车场里面 多架停在机场里面的车被订中受损 无人受伤 涉事的跑道一度关闭进行清理 随后重新开放 航空公司发言人说 涉事的波音777200型号飞机 在两侧的起落架各有六个轮胎 设计可以保障一个型号的飞机 即使轮胎有故障 也都可以安全降落 有航空专家说 飞机脱落属于偶然事件 并不代表有更大的安全隐患 又说脱落通常是维修问题 和制造商无关 也都有专家说 是联合航空维修团队 负责更换飞机轮胎 不认为今次事件 会对波音公司造成影响 不过波音公司的声语 近期持续受到影响 今年一月 阿拉斯加航空一架波音737 MAX-9客机 飞行期间一只舱门飞脱 随后这个型号的客机 被停飞大约三个星期 初步调查报告说 事故是由于几个用来固定舱门的螺山 在维修工序之后 未有重新装上 而就在上个月 联合航空的一架波音757200客机 由三藩市飞往波士顿期间 因为其中一侧的机翼受损 紧急降落在丹佛国际机场 无线知识记者谭美恩报道 转体下 基本法第23条立法 正式展开立法程序 涵盖多项罪行 部分罪行最高判筹终身监禁 如果涉及勾结境外势力 判罚会较高 而国家秘密罪 就引入准许披露的指名范围 整个草案条文有200多页 涵盖五个罪类 多项罪行 外界比较关注煽动意图 国家秘密等罪 其中煽动意图罪 草案就定名罪行元素 是包括煽动挑起对中央 政府 中国公民 居民间的真行等等 除非它的意图是指出问题 提出意见 最高可以判囚7年 如果涉及勾结外国势力 增加到判囚10年 远高过现在判囚最多三年的刑罚 不过如果涉及煽惑扰乱公共秩序 或者暴力 条例列明 只是需要证明有煽动的意图 不需要再特定证明 有煽惑扰乱公共秩序 或者暴力的意图 至于国家秘密罪 涵盖经济 科技 社会发展秘密等等 非法管有 获彩 以及披露 这些秘密 最高可以判囚3至10年 如果涉及明知的话 最高的刑罚会够重 不过就有不同的豁免条款 包括是被告不知情 或者已经将秘密交给警方 或者按警方指示去处理 并且有足够的证据去证明 草外都列明 整体可以披露的指明范围 包括是要揭露 严重影响特区政府 依法执行精灵 严重威胁公共安全 秩序和健康的事 不过都要考虑当事人是否 以及有没有采取替代可行的方案等等 这句刑事法的一般原则 有关罪行需要证明适当的犯罪意图 无辜者是不会不当法网 条例草案也都新引入境外干预罪 如果任何人参与境外势力策划的活动 又或者受到它控制 指使、资助又或者合作 并且要用不当的手段 例如明知而对任何人 作出关键失实的陈述等等 意图干预或者影响国家、港府 立法会或者法院执行职能 影响选举等等的事务 职属犯罪 最高可以判囚14年 如果控方组一步能够证明 被告事前曾经就相关的行为 和境外势力沟通 或者理应知道它的行为 是会令到境外势力达成目的或者有得益 就可以被推定为等同代的境外势力作出行为 所谓境外势力 草案定名 除了外国政府、境外政党 亦都包括其他追求政治目的组织 以及国际组织 以及他们关联个人或者实体 不少议员都关注国际组织的定义 有议员询问是否包括台湾 认为当局应该列清楚 亦都有议员觉得太阔 国际组织可能是一些救援组织 或者甚至一些有机会宗教组织都有的 不过会不会在这里可不可以看一看 可不可以再有一些方法去解释一下 其实境外势力都只不过是一个名字 因为它就算是境外势力 它究竟有没有和我里面的条文 所去尝试规管的事情 政府就强调国际组织的定义 本身不是负面 不需要拘泥 强调要有意图才算是犯法 武士电视记者陈家印报道 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中 叛国、叛劣或勾结境外势力 损坏、削弱、公共基础设施 最高都可以判囚终身 至于参与以及管理被禁制的组织 罚则也加重至最高10至14年 基本法23条涵盖的五类罪行 叛国叛乱是刑罚最重的其中两类 可以判囚终身 其中叛国罪的定义 除了包括任何属于中国公民的特区居民 在国内外加入和国家交战的外来武装 意图危害中国主权等 而威胁或使用武力都属于犯罪 条例又列明任何中国公民 如果知道有人将干犯叛国罪 除非是公众已知 否则需要在合理 设实可行之下尽快向警方披露 否则最高判囚14年 法律专业保密权就不受此限 草案也禁止非法操练 最高可以判囚7年 涉境外势力就加到10年 但是有6个月的过渡期 另外如果勾结外国势力 损坏削弱国家或港府公共基础设施 也都可以判囚终身 如果没有勾结就最高判囚20年 相关设施包括政府办公场所 港铁、机场等公共交通工具 提供水电力的公共设施 罪行也涵盖网络、电脑或者电子系统 任何人令这些设施遭到滥用 或者无法发挥功能即属于犯罪 现时政府可以按照风险 罕宪禁止部分组织运作 草案也都加烂 建议涵盖涉及国安元素 与香港有关联的境外组织 列明如果任何人管理被禁的组织 可以被判监14年和罚款100万 如果参与相关集会或者给予援助 也都可以判囚10年和罚款25万 善惑他人加入组织 或者给地方他们集会 也都同样违法 就算完成多之后 将来有任何需要 为了确保我们达到的是 我们的法律能够有足够的 力量和国安全 是需要不断检视 有需要的时候也会不断完善 所以这是持续永恒的工作 政府有信心草案完整管用 毛泽子记者刘传玉报道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表示 香港在品牌设计等方面有优势 可以助力国家加快发展新则生产力 由主北京记者张永恩报道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支持港澳发挥自身优势和特点 积极参与于港澳大湾区建设 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 在北京接受本台访问时说 中央对香港未来发展的定位和方向很清楚 香港要发挥在一国两制江南浙江高度自治 同时作为一个高度开放的国际城市 这些优势配合国家的发展 不是一定说要问中央拿大礼包 其实我们有很多方面 我们可以自强不惜 梁振英寺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2024年十大工作任务 首先提及加快发展新则生产力 香港都可以参与其中 报告又提到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提升外籍人员来华工作 学习旅游便利度 梁振英建议 向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的外籍人士发通行证 不用额外签证、护照概章 就可以进出大湾区内地城市的GBA卡 配合政府抢人材和抢外国企业投资的政策 梁振英又指出 香港应该争取发展高端旅游 同样内地旅客更加了解香港社会 香港是一个高成本的城市 我们一定要在高成本的情况下 争取高收益 不只是在香港从个人层面的购物 或者去看到我们的风景 这个当然非常好 但是希望他们能够看到香港的内涵 梁振英言为要同时向中央、内地地方政府和民众 介绍香港作力经济发展的强项 做到攜手相赢 无线电视署北京记者 梁振英报道 Liv 高业夫职劫巡回赛 香港站赛市一年三日在粉岭高球场举行 他为不少内地及海外球迷 专程来港观赛顺便旅游 活动的吸引力 看看球场里面逼满的人群就可见一班 球赛虽然中午才开始 不少球迷已经提前几个小时入场 近距离看牛像联播 这对港人父子专程由英国回香港 四日行程包括酒店机票 花了大约两三万元 我是打高负的 我是英国打高负 第一次看 然后看看打什么出来 比较我和他 然后学习那些专业 很难得 从以往看的歌比赛有什么不同 不同太近距离接触 打现在打直播标架 你去周围都看不到这样的场合作 会不会去周边地方玩 会去妙街 特色点去妙街 也有球迷从深圳过来 顺便旅游即日来回 我们来看John Rahm Dishamble这些球星 然后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 都是比较喜欢香港的一些美食 应该会去过行一下看看 这次赛事的设计是鼓励观众可以边走边看 所以在球场里面有不少的位置都设置了这些遮音帐篷 被观众走到累的时候可以头一头 活动获政府之助 主办方早前预料吸引29个国家或地区 每日过万人次入场 行政府借用的球场位置就改建成停车场 球场旁也设有嘉年华 有小食摊档和游戏摊位 赛事票价由360元至7200元不等 1600元以上的票都包含小食和饮品 大会也播放音乐推高气氛 现场的气氛特别嗨 然后有音乐有啤酒有烤肉 我特别期待跟我的朋友一起过来的 对他们比较专业我就主要享受这个氛围 然后学习他们怎么打球 Liv Goethe Fou职业巡回赛香港站赛事 一连三日举行 54个来自各地的球手参与 包括世界排名第三西班牙的拉姆 无线烈士记者叶子华报导 线热食的陈 稍后回来有其他消息 回来新闻时间 日本著名漫画家 廖三明利世 中年68岁 他创作漫画生涯长达45年 经典作品包括龙珠、IQ博士等 可以说陪伴不少人成长 相信这首歌是大家的童年回忆 由日本漫画家廖三明 在1980年代创作的IQ博士 一种角色包括小云、小吉、质卷千平博士 同食酸梅干变身的傻瓜超人 为读者带来无数欢乐 到了1984年IQ博士结束漫画连载之后 廖三明再次发挥搞笑本职 创作有冒险和格斗元素的龙珠 故事初期设定 赶述有美巴的少年孙悟空 和朋友找七粒龙珠 期望召唤神龙实现愿望 后来故事的风格有变 知道自己是撒雅人的悟空 多次为保护地球和朋友而战 部分招式 例如贵波器工 更加影响其他漫画和电子游戏 整套龙珠全球总销量 突破2亿6千万冊 虽然漫画组在1995年结束联赛 但目前仍然有动画和游戏制作 加上数字不尽的周边产品 热潮至今还未拦却 了三明1955年在明古屋出世 据报他年幼时家境比较穷 对画画非常感到兴趣 他最初在广告公司工作 之后投稿给出版商 1978年 了三明以短片漫画《Wonder Island》出道 除了着重搞笑风格 他也擅长设计坦克 飞机和机载人 了三明也为电子游戏设计角色 包括被称为日本国民级 角色扮演游戏的用者斗恶龙 前年有日本传媒就估计 了三明一年的收入 包括版税座内 折合近8600万港元 当时在日本漫画家排第二 仅次于《海賊王》作者 美田荣一郎 了三明工作室发声明 说了三明上星期五 因为急性硬剥下血肿细势 丧礼已经举行 而追导会等细节有待决定 声明提到鸟三明留下不少作品 感谢世界各地不同的人士支持 希望他的作品在未来 继续受到大家的喜爱 母纤电视记者 朱晓琳不得 鸟三明的动画以及漫画 曾经在本港流行 有动物迷对他的尼西感到可惜 在北京 外交部亦都表示哀悼 在大家心中留下精彩的场面和对白 气息逐渐消失 鸟三明的作品 在这一刻 仿佛都在旁述自己的人生 他虽然生于日本 但是吴空这个名字 在香港不少人耳熟能长 1990年代开始起 这间出版社就连载龙珠漫画 直到现在都还有出版 成为一代人甚至多代人的回忆 旺角这个商场 电梯仍然贴满龙珠的情节 手板公仔堆满整个货架 几十年来热潮未减 90年代初是因为那个版权 香港未正式有一个授权 所以变了很多自己翻译 有些就原本影印一个版本出来 可能买十元八元一份 因为他的受影响性 无论漫画家 漫画迷独者也好 其实都是很受影响的 筋肉人、热血、战斗 和可爱搞笑风格的IQ博士 同样陪伴不少香港人成长 算是一个一般的奇才 真的很可食 而IQ博士觉得他很有赤子之心 我觉得他是很有赤子之心 而且因为龙珠有中国文化的影子 开头就喜欢 基本来说是在漫画店等他出那本 鸟山明的影响力也都遍及内地 鸟山先生是著名的漫画家 他的作品在中国也深受欢迎 我注意到不少中国网友 也对他的趣事表示哀悼 他说期待和相信 日本会有更多游息之事 积极投身中日文化交流 和两国友好事业 无线电视记者梁永祥报道 科技员举办创科就业博栏提供超过 3000个职位空缺 提供超过6000人参加 包括内地高材通求职者 希望找到合适的工作 职业博栏在科学员举行 超过300间从事机械人 生物科技 绿色科技等企业参加 现场有工作方介绍 生成式人工战能 有公司提供职场面试 又在英国读博士的港人 打算毕业之后回流 从事金融科技工作 也有内地高财通 或者是优财计划的申请人 希望找到心意的工作 大会说博栏提供了超过3000个职位空缺 六成跟人工智能相关 平均月薪达到2万元 近年各地科技界抢人才 雇主认为需要具备什么条件 博栏除了有就业之上 亦都生增了这个区域 亦被有意创业的人 和初创企业创办人取下经 交流下心得和经验 美国纽约市地铁站入口 有警察和纽约州国民警卫军 随机抽查盛客物品 而压制频发的地铁罪案 引起不少民众不满 州政府表示 亲措施志在令民众感到更安心 在美国纽约市的地铁站入口 几个警察正仔细搜查乘客的背囊 手袋等随身物品 亦都有几个纽约州国民警卫军 在附近巡邻和看守 禁于当地地铁罪案频发 纽约州州长霍楚尔日前宣布 调派近千名州警大都汇运书处警察 和州国民警卫军 在纽约最繁忙的地铁站入口 随机抽查乘客的物品 防止有人攜带武器 以压制罪案 有乘客对此表示理解 认为出于安全考虑有需要这样做 但有乘客就说不愿意被搜查 说自己赶时间不想被截停 也有人说有关做法是侵犯他的个人财产 纽约市警方长期以来 会在地铁入口抽查乘客的手袋 但是乘客可以拒绝检查并离开车闸 美国传媒报道 部署在市内的州国民警卫军 会协助警方抽查 但不会采取积极行动 也都无权对任何人作出拘捕 如果木岛罪案发生 他们可以将涉事者扣押 等警方到场处理 纽约市地铁罪案时有发生 单单今个月 已经有多名地铁乘客遇受伤 佛彩义说 有关做法只在令民众 在地铁站看到着制服的警卫军 可以确保无人攜带刀和枪等武器 会感到比较安心 无线电视记者沉慧珊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